臺灣高鐵昨天正式掛牌上市 上演蜜月行情 大漲了百分之五十八 收債二十四點零五元 成為臺灣首家上市的軌道運輸業者 而這也是今年市值最高的新掛牌公司 倒數聲中 臺灣高鐵正式以每股十五點 一三元掛牌上市 開滿佔上二十點六元 漲幅一度超過百分之四十 高鐵公司表示 上市宣告公司進入另一個里程碑 上市首日大漲百分之五十八 來到二十四點零五元 二零零七年通車的高鐵將臺北到高雄的旅運時間縮短到一個半小時 擊垮國內航空業者徹底改變西部交通生態 但這樁BOT案的爭議也不斷一度面臨破產 二零一五年五月立法院通過第三代採改方案 國有民營 高鐵減資六成後 由政府增資三百億元 BOT案轉為國有民營企業 在股票上市也是採改方案的最後一里路 台灣高鐵是今年第十一家掛牌上市的公司 資本額260億元 是今年市值最高的掛牌公司 也是台灣首家上市的軌刀輸入業者 記者綜合報導